上个单元我们带你了解到 原本是要保护山林 落实土地正义的 禁法补偿条例 竟然意外的成了国产竹才 近年产量锐减的主因之一 不过除此之外 其实传统的法竹工作 也相当的辛苦 不只是上山的路途遥远 而且工作环境相对的危险 现在已经少有年轻人 愿意回乡投入产业了 造成劳动力严重老化 台湾想要打通产业链 发展新兴竹产业 这些问题能够有解方吗 国产竹才附加价值低 竹农生产意愿低落 部落青年不愿回乡 政府推动新兴竹产业计划 能够在竹林老去之前 力挽狂澜吗 在连续一周阴雨天气中 抓住阳光短暂露面的空档 桃源市复兴区的法竹工班 一行15个伙伴 早上8点钟就上山准备赶工 好 注意安全 安全就最重要了 要先到上面 长达数十年没有管理的竹林 临到两边植物生长茂盛 对一言堂采访团队来说 即便只是跟在先锋部队后方 要穿过倒塌的竹子 爬到指定地点 还是很不容易 但队伍中 两张年轻的泰雅面孔 却熟门熟路 一马当仙 我们现在今天做的是 开一个作业道 之后那个可以运输 足职用的作业道 今年27岁的红人 来自复兴区的卡普部落 是经营法竹工班的老板 阿珊最小的弟弟 已经跟着父亲和两名哥哥 上山伐筑长达五年的时间 不只工作手腕手练 就连伐筑用的机具 不小心卡住 也能自己修理 你的机器怎么了 我的机器 电条跑掉了 对 我要给它重装进去 因为常常遇到这种问题 拿机器一般都要会 像红人这样的年轻人 其实在伐筑工班里 相当少见 被分到同一个工作小组的书璇 是红人的侄子 更年轻 今年才刚满18岁 高中毕业后 决定先来家里帮忙 从2022年底加入工班的行列 因为在外面就是只有打工 只有我在外面有打工一年多 就是餐业 在那边可以学比较多 打工就是比较熟 上山遥远的路途 是书璇目前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已经罚主五年的红人 感受更深 那你没有考虑过要去三下工作 其实也会有 有时候比较累的时候会想 因为山上说实话 路程算很远 上来可能就要一个小时 对不对 一个小时 下来一个小时 就是主要问题就是距离太远 然后工作的时候可能 有它的危险性 断组会是导致那些可能会割到或刺伤 然后那个上面有卡东西会掉下来 会砸伤都有可能 都有它的危险性 对于我们现在部落的长辈或是青年来讲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 在山上伐筑这样的工作 它是一个既危险 然后收入印象中也不高 然后又没有专业性的一个这样的工作 而且又辛劳了 这是真的啦 那年轻人的话 他就可能会想要上来的意愿 回乡的这种工作的意愿就很低了 所以我们一算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就针对以上几点 然后去做一些精进 为了吸引年轻人回乡 参与罚主产业 阿珊主动参加林务局的培训课程 将过去的罚主公班改为公司化经营 并引进森林经营的概念 用空拍测绘技术有效管理竹林地 但改善工作环境的进度 却碍于法规 评评卡关 像这样子的下线的路段 其实在复兴区的产业道路是很常见的 像我们每次卡车经过都要很担心说 那个边坡是不是够不够稳固 车身不断刮到树木草石 防撞雷达沿路嗶嗶作响 在部分路段更是有三分之二的挡风剥离 几乎被恒生的芒草树叶挡住 像这样的道路其实就很常见 就都不知道状况 然后我们卡车要开进来 真的都会担心说 会不会有逃空下线的问题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经营 就是阻止的产业的话 就是林道确实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要第一个要克服的 很大的一个障碍 父亲区的竹林地 大多位于石门水库的上游 依现行水土保持法规定 无法新开永久性的作业林道 只能申请临时作业道 依旧是食用后必须能够恢复山林原貌 因此不能铺设沥青水泥 然而这样的临时作业道 每遇到下雨天道路湿滑 公班每次上山都是拨命上工 我直接跟我哥哥在别的林地 然后就有发生一个状况就是 双载竹子要下山的时候 因为它也没有水泥的铺装 然后要刹车也刹不住 它就是轮胎就是打滑 就是用溜的 要刹也不是 不刹也不是 所以最后是怎么拉停下来 就是磨旁边的山壁 真的停不住 如何改善罚竹环境 目前没有解答 但针对禁罚补偿条例 对国产竹才产量造成的冲击 政府已经想出挽救方法 脸庞啊 好来一二三脱口罩 第一张灿烂的微笑 我们邀请到 黄副主任委员为我们来说几句话 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 进化补偿措施以后 你去砍滑了以后呢 你就不能领到那三万块的 进化补偿的这个费用 那现在的话呢 林陆吉也把这一个跟移民会讨论的一个结果 就是砍滑的那一个年度 由林陆吉的那一个来补偿这三万块钱的一个费用 为了鼓励在原住民保留地里面的竹林能够去生产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原住民保留地竹林生产的一个奖励措施 2016年进发补偿条例颁布后 许多原保地地主不再抒发竹林地生产竹材 意外造成国产竹材产量锐减 为了改善这个情况 行政院农委会从2023年元旦开始 针对原保地地主寄出于补偿金同样金额 每年每公顷三万元的竹林生产奖励金 希望能够有效鼓励竹农 每四到五年竹子成熟后能生产竹材 补其目前国产竹材的缺口 那一年没办法领的补偿金 你可以回到我们林务局这边来 由我们这边来补发他所谓的竹林生产的奖励金 其实对于他去领竹林补偿金 或者是领生产奖励金 其实都是一样的额度 对他来讲是没有影响的 那我们真的很希望竹林能够在你自己的土地上 你又有竹子 我们真的是建议大家能够去做书发 同时还可以有附加的价值 也去书发了以后 你把这些竹子 你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个贩售 不只可以领进发补偿 也应该要再增加自己的附加价值 起码可以产生很多的经济利益 为了扶持国内的新兴竹产业 政府政策持续修正 复兴区的部落青年也会向创业 广招年轻人一起发挥创意 创造台湾贵族更高的附加价值 首先我们需要一种墨的墨 它会比较多于30cm 35cm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不能准备从这里 我们必须开始准备从这里 到这里 因为它们的尾巴上 所以我们把它切成 来自法国的Lora 因为一部关于台湾原始林的纪录片 对台湾产生兴趣 决定来到这里短居 并在朋友介绍下 进入贵族发展协会 目前在协会内 除了协助DIY课程进行 也和职员们一起制作 手工的主编耳环 在竹材前面处 每隔两毫米 精准的标上记号 再拿刀一条条 沿线剖开 随着手上的动作 竹片越变越窄 最后甚至只剩下手指宽度 Lora握着刀的手 依然很稳 直言秘诀 就是要胆大心细 如果你切成这样 你太害怕 你太害怕 事件发生了 一根根竹条 经过修整 抹上一层防霉的保护蜡后 就可以开始进行编织 先将竹条在手指上绕成圈 剩下的部分 再往后边境空隙中 打造出一个漂亮的圆形 接着挂上装饰 流苏以及挂钩 短短五分钟 一对漂亮的竹片耳环 就完成了 我认为 我们不是不聚集结合 我们会不会通过 如果台湾是第一可以 拍老后处 才可以回送�acie 并が繁身 Perdue 新的教育 并不断 帮他们更容易 相當於一百斤重未經加工的竹材的售價 LORA從中看到竹產業發展的可能性 表示未來希望能將台灣的貴竹飾品 帶回法國推廣販售 但賣出這些小型的竹編文創商品 對台灣整體竹產業的幫助 其實相當有限 做了這個竹編竹商品 其實是因為我們開始有在上課程的時候 就覺得說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文創商品 對然後讓社會大眾看到說 有這麼好的貴族材料在復興區 我覺得協會要做這些它只是一個亮點 但是其實對於整個復興區的竹產業的銷量是有限的 我們在發展所謂的竹編的工藝竹子做的傢俱 或者是我們透過竹子去做一些的成績材 那他們就會有一些的新的產品出來 那這些產品就可以帶動大家對於竹子的需求 如何擴大國產竹材的運用 政府正在透過新興竹產業計畫尋求解答 希望能透過提高竹產業的附加價值 增加竹農生產意願 也吸引更多部落青年回鄉 趕在竹林老去之前發揮出這片永續綠色寶藏的最大價值